大家好,我是九指玩魔阿姆維 這次要介紹的是 麥法蘭DC Motiverse 克里斯多福諾蘭 黑暗騎士三部曲 蝙蝠俠加小丑加哈維丹特 雙面人 鼎鼎大名的 諾蘭黑暗騎士三部曲 這套算是老麥至今 除了黑暗騎士歸來外 我最期待的一套 可惜預定的時候 剛好遇到老麥代理黑暗騎 我也是一波三折 求爺爺告奶奶 玩了很久才拿到貨 算是有點掃興 不過入手的感想 我個人是很喜歡 也很推薦的 也蠻期待老麥 可以補完其他黑暗騎士角色 一樣分成兩篇 第一篇先介紹 黑暗騎士三位主角 克里斯丁貝爾 蝙蝠俠內容物包含本體 組裝勾繩槍與蝙蝠標三片 BAF班恩配件一組 跟底座卡片各一 身材比例細節都不錯 還原電影造型效果也很好 能讓人一眼就認出 這是黑暗騎士沒問題 眼神對焦中二感夠也加分 但這支北藍的地方就是裝甲不是圖全黑色的 而是一半黑色一半灰色 雖然感覺出這樣圖是為了增加裝甲的漸層感 但有點多此一舉 還不如做全黑的實戰 頭雕眼神銳利 面罩也有還原劇中很有特色的多邊形表面 雖然沒有很還原克里斯丁貝爾的神韻 嘴巴也沒有雕出人物特徵 但總體來說是很帥的蝙蝠俠頭雕 不過這波眼神硬歪的情況算是蠻嚴重的 所以買時要靠人品跟運氣 灰色外裝甲加上內襯的黑色鎖指甲 看得出老麥原型應該有想要做得很細 但實際量產後 裝甲表面不夠平滑而且膠感重 這點算是有扣到分 但左右不對稱的金色腰帶表現還不錯 然後就是灰色塗裝真的有點話舌天竹 The Dark Knight卻是全身灰色部分比黑色還多 說不出了尷尬 背扁戰甲特有的手刀內長只有做出外觀沒有渴玩點 但刀子的銳利感有出來 腿部跟身體都有鎖指甲顆粒不夠細 外裝甲不是做戰損卻表面凹凸不平的情況 不過這套裝甲的每個部位都能看出功能性 哪裡該重防護 哪裡該保持機動性都很合理 而非純粹為了帥的設計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當然背扁的金腰帶跟金武器過於搶眼 甚至有點炫富的風格還蠻微妙的 勾成槍模子很細算是不錯的配件 蝙蝠標造型簡單沒太大特色 而且不知為什麼給了三片挺奇怪的 西斯萊捷小丑內容物包含本體 配件是堆滿鈔票的底座一個 BAF班跟配件一組跟底座卡片各一 大名鼎鼎甚至已經封神封聖的西斯萊捷小丑 這角色周邊多不勝數 喜歡諾蘭三部曲的觀眾家裡面很難沒有幾隻大大小小的西斯萊捷 老麥這隻算是中規中矩 不失不過該有的都有 不過整隻做的有點太過高大 少了劇中令人不寒而慕的畏瑣 反而像是能單挑班恩的壯漢算是扣分點 頭雕上色的確有下功夫 尤其白裡透黃的部分的確像是劇中後來擦白色粉底的感覺 抬頭穩的顏色漸層跟脖子的膚色色差都有加到分 嘴巴的傷痕倒是沒有雕得很細緻 但紅色口紅的效果還不錯 眼神算是有還原角色神韻 能一眼認出這是西斯萊捷 不過我這隻的眼睛硬刷有點跑掉 雖然不明顯但還是有扣分 好在這隻脖子的中二角度可動夠高 能稍微掩飾這個問題 服裝設計成一體化 所以紫色大衣是不能脫的 裡面的西裝也只做了一半 服裝表面有微微的凹凸起伏 來呈現服裝的纖維感 同樣的表面在背面裝甲上就很廉價 但在布置衣服上仿真表現就還可以 手部值得注意的是這隻右手是握武器手 但沒有給武器 想要武器請去買老麥的武器包吧 這隻比較明顯的問題是下盤 為了做出褲子的蓬鬆感 反而讓人感覺雙腿很壯 能一腳踢死背面的那種壯 而且這隻腿有點太長了 比背扁還高了一點 兩隻站在一起其實很粗細 配件是鈔票堆 能當成底座幫助Joker站立還不錯 而且這鈔票正面背面都有做細節 挖空的地方在底部 算是在偷膠跟玩家好感上取得了平衡 哈維丹特雙面人 內容物包含本體沒有其他配件 BAF班恩配件一組跟底座卡片各一 演員亞倫艾克哈特本身也是不錯的實力派演員 哈維丹特白色騎士也令人印象深刻 但可惜跟他演對手系的兩個人都是演技派很人 所以男三的地位站得妥妥的 而且在劇中轉化為雙面人的時間太短 反派形象也沒有很突出 所以這隻雖然做得還不錯 但湊術湊套的定位很明確 頭雕其實還不錯 沒受傷的那面大概有演員的四五層神韻 而且不難看 爛掉的半邊不管是塗裝還是雕刻都略顯簡陋 但也還在可接受範圍 尤其左眼外露的印刷效果的確夠驚悚 算是在低預算下達到了不錯的耳爛效果 這隻以西裝素體來說完成度很高 身材比例也漂亮 不管是服裝的層次還是纖維紋理都有仿真的效果 但就是左半邊的燒傷讓這素體的泛用性降低了 而燒傷的表面結構中規中矩 跟頭雕一樣都是在低成本的情況下 盡可能增加質感 算是有心了 西裝庫的精緻度也比預期的高 甚至比Joker做得還好 而這隻的亮點是左手有拿著雙面人招牌的硬幣 但表面是平滑的沒有正反面雕刻 而右手同樣是握槍手 但沒有給槍 自己去買武器包 裡面要多大的槍都有 這次介紹三隻的比較 可以注意到Joker比背面高 胸、腰、臀、手、腳都比背面粗不合理 相較之下背扁根本身材苗條的像個妹子 雙面人雖然也比背面高一點 但起碼體態沒這麼出勇還稍微合理 這次一套五隻的比較 背面是五隻裡最矮的超慘 然後Joker跟班恩差不多壯更離譜 所以這套雖然整體素質是合格的 但就是卡在身高比例抓得不夠精準 滿可惜 接下來進入可動的介紹 那這次三隻雖然長得不一樣 但是關節配置都一樣 肩膀的部分是個軟質零件黏在肩膀上 那整個肩膀的可動性是一個球關可動 再加上單向往上 那整個肩膀往上抬的時候 這個肩甲會稍微卡它的可動性 所以要自己把它移開 那移開之後可動性差不多近90度 但是在可動的時候 這個肩膀會稍微變形 不是很好看 那整個往前的可動 因為被胸甲所卡 所以就是所見即所得 上臂平面迴旋 手肘二重關節 手腕的部分是類轉輪可動 脖子是一個雙球關可動 前中的角度夠 後往上看沒有問題 轉頭扭頭完全不會阻礙 腹部二重關節 前後轉腰扭腰沒什麼問題 但是往前的可動稍微薄弱一點 寬部是單向前跟開 然後有平面迴旋 但值得注意的是 這一隻的這一個寬部 它並沒有開一個獨立平面迴旋 代表麥法蘭並沒有想要做它機車的打算 那整個大腿上台呢 內褲是軟直的 所以它會稍微增加一點可動性 但是也沒有很高 差不多離90度還差一點點 膝蓋二重關節 平面迴旋的轉動 稍微可以轉 腳踝是類轉人可動 前後旋轉 接地是斜切 腳張可動 大腿外開跟接地 接地沒什麼問題 高貴姿的話 主要礙於它寬部可動不夠 所以不標準 披風還是維持軟素膠 揪殼的可動 肩膀是球關 那整個肩膀往上的可動 有一個過90度 整個往前的可動呢 也是被它大一所卡 所以可動只有這樣 上臂平面迴旋 手肘二重關節 手腕 類轉輪 脖子二重球關 前中的角度夠 後的話會稍微被它衣服所卡住 轉頭扭頭 沒問題 腹部的話只有這一個 褲子這邊有一節關節 前 然後後 轉腰 然後這個衣服的部分 兩邊衣擺是軟的 大腿一樣單向前跟開 然後平面迴旋 那內褲是軟直的 所以整個大腿上台的可動呢 大概是接近90度 也還是有一點差距 膝蓋二重關節 平面迴旋轉動到靈活 腳踝內轉輪 前後 然後旋轉 斜切接地 但是這次的斜切 稍微比較難轉一點 腳張可動 大腿外開 夾接地 高貴姿同樣也是敗在它 寬部可動不夠 雙面人同樣肩膀球關 整個肩膀往上抬 90度 往前的可動 也是被它西裝所卡 上臂平面迴旋 手肘二重關節 手腕 類轉輪 脖子二重球關 前後 往上看沒問題 轉頭扭頭 腹部的部分 領帶是軟的 一擺也是軟的 然後裡面有二重關節 前可動還不錯 然後後 轉腰也不會阻礙 寬部是單向前跟開 然後平面迴旋 這三隻的平面迴旋 轉起來的手感都不是很好 內褲是軟直的 整個大腿上台的可動 還不錯 有將近90度 膝蓋二重關節 平面迴旋的轉動 也還是轉的可以 腳踝同樣內轉輪 前後 旋轉 斜切接地 這一隻的斜切 其實更卡一點 腳掌可動 大腿外開跟接地 因為他腳踝可動 不是很好掌控 所以接地性比較不好 這一隻的高貴之 倒是還蠻標準的 還不錯 結論 先說單支評價 背面是真的不錯 神韻造型體態 可動都過及格線 加上背貶 本身就是有絕對的人氣 不過這東西市面上有漲價 而且不好買 我建議觀望等到老賣出第二版比較實在 說不定競標版裝甲就是全黑的了 Joker單體也是不錯的商品 喜歡西斯萊姐的小丑 搜一隻沒問題 但就是跟同系列擺在一起 過高過壯這問題蠻大的 玩家要自己做好心理準備 另外影片發布的時候 搶銀行版的小丑 單人包也預訂了 等那隻發售也是可以的 至於雙面人 就是中規中矩的湊數定位 加上小丑有強肥版 班恩有大一版 背貶又一定會有新版的情況下 這套4加1BAF購買的必要性 其實降低了 同樣也讓雙面人 跟稻草人的存在感更低 屬於不湊套就不用刻意買的範疇 以上就是本次 麥法蘭DC Motiverse 黑暗騎士三部曲 蝙蝠俠 小丑 雙面人的介紹 詳細的圖文說明 請點擊下方的通訪網址 那些阿牧尾登章 請記得訂閱阿牧尾登記錄 阿牧尾登記錄 我們下一部影片到這裡再見 掰掰 aan牧尾登記錄 歌雨昕尾登記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